大家好,欢迎收听JYP天台 在收听之前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今天就会和大家追踪一下香港娱乐新闻的最近不同的MIRROR 或者其他好的消息 首先说MIRROR 最近他们在10号推出新团歌 今天就会有We All Are这首歌 亦会在中午12点的时候 在双台的节目《叱测乐坛》首播 而十二指亦会在12点半 在MIRROR的YouTube频道首播MV 而这个专页亦有发布新团歌的宣传招 十二指亦是坐在一个台阶上面 或者是站在一个台阶上面 以一个比较白色、中色为主的搭配 中间亦都有一些蓝色或者灰色的颜色调 是偏向比较秋天系的色调的衣服 未见有笑容 而We All Are这首歌 就是一首治愈的歌曲 歌词又说MIRROR在追梦的路上遇到的经纪 互相支持陪伴继续前行 而帖文一出 只是很短的时间 已经有四万个like 当中也有很多网民说 非常之惯着MIRROR 即是miss you all 发现其实在这个团歌的照片里 看到MIRROR的R和R是反转的 看到这个反转就好像一块镜 大家其实是看到自己 亦都是预议着陪伴 你看到R好像一个人 互相对着大家 面对着大家的意思 当然这首歌也是说 他们并未忘记留意MIRROR 亦都是一群朋友去帮他慶祝生日 亦都是参与MIRROR的应援 亦都是在story上出post 看到他们都很希望MO可以振作 然后可以度过一切的难关 更加是希望她的斗志 她对生命的坚持 可以令她可以康复 对于这次MIRROR的新的宣传照里 其实看到他们并没有笑 而是在这个道路上 亦都是真正碰到一些难关去度过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我觉得 另外亦都是说一些好的消息 就是 釜山的电影节 就是IT9 凌文龙是夺奖的 其实是在27届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中 突撤了第4届的亚洲内容大奖 亦都在8号的时候举行了颁奖典礼 有一个国族的香港的剧 就是IT9 男主角凌文龙也都憑着叶念信一国 是赢了最佳新星大奖 Best Rising Star 在同届也有人气剧集《非常律师》那位女主角奪得了 同时 凌文龙也是用广东话去支持的 他就说这个奖对他意义重大 在疫情期间一直没有工作机会 但当时觉得很沮丧 当时也不断创作不想放弃 只要我们每个人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们一定会建立到我们的未来 未来的机会留给有信念的人 那我在这里就看到 其实IT9可以得帐 我自己觉得有点感觉 就是那时候看IT9 就是去反映一些 有点困扯我们香港的一些情况 那在这一套的剧集 我自己觉得是 在香港近年来 比较少有的 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 就不是 你想说些什么就说些什么 或者是有很多 变了现在就有很多敏感的话题 那 而香港人都觉得其实是很 很糾结 或者是很抑压自己的耐心 就是已经有少少跟以前的感觉不同 很多时候说到一些很敏感的政治话题 那其实都是不准说 或者是不准在公众的场合去说 而IT9这个其实 它里面有很多是 评击一些社会的现象 那这一件事其实我觉得 是更加有意思 就是有一套剧 其实可以去 做到是 去反映一个现实社会 真正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自己觉得 一套剧有 比较好的一个中心思想 因为在韩国的剧集里面 他们都很主张 现在他们都很主张 就是究竟那套电影 那套电影那套剧集 能否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呢 以前人们写文 就文以在道 就是一个文章里面 是穿着一些道理 一些中心思想的 或者是去评击社会 一些不公义 不公平的现象 在这个IT9 我觉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尝试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欢这套剧 同时也很开心就是 IT9的男主角 是可以在这个 韩国里面是有一个 量上的机会 就是去看到他们 其实香港的一些 无论电影或者是 影视的作品 其实都想冲出香港 不单单是香港人可以欣赏到 而是其他地方的人 其实都可以欣赏到 另外就是 另一个好的消息就是 关于这个《反气攻心》 之前我也有说过 我也看过了 其实这一套《反气攻心》的票房 是破了6千万 那自己就非常喜欢 这一套《反气攻心》的剧 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Friends 所以我觉得整个剧的互动 就是跟家人互动 一帮人住在同一个地方 那种的感觉 其实都很像Friends 也超越了功夫 成为香港市场最卖座的 港产片的第五位 暂时就 希望它可以去到7千万 Staffy都说了 非常开心 也感谢每一位入场的观众 知道大家不单止入场一次 就是希望破6千万的票房 仍然可以继续上升 那导演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 那同时呢 也很期待 知道一个人最多可以看多少次呢 就是想知道 有些人是看了很多次 那 也有导演 导演笑止说 看40次的话 真的非常值得得到Staffy的亲民 其实呢 之前 Staffy就说 赫4千万 就已经说不着苦了 期望去旅行 去分享泳照 那她又说 原来这么快 就过了6千万 有点想退堂股 加码上到7千万才分享 那 另外呢 就 看到 其实 这一套《凡气宫心》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是非常喜欢的 而且 整套《欢乐》 《温馨》 其实都是可以从剧中去看到的 所以 我自己觉得是很值得去看的 所以 未看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看 那 至于 另外一支 也是有趣的事 就是 之前 有一套 很出名的 廣告 就是叫做《生命满希望前路有我床》 这个宣传篇 是很多人知道的 因为是很洗脑和很经典 是社会福利输出的 成为了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其中一句就是 打球才来下雨 难道连天都不喜欢我什么 这类子 而 这个广告中的小蓝蟹 鄭忠軒 就已经成为了一个 即是打人 现在已经是38岁 是一个健身教练 同时 他也是一个健美的 即是 他很肌肉 好像 他每一块肌肉都可以展示出来 是很厉害的 最近 也成为了一个热华 有个网民说 很厉害 操得很漂亮 这种身形要经过很多努力 还有很多挣扎才能做到 也有网民说 不懂得欣赏 反而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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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 其实要去做健身教练 做到这样的效果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 叫做 玩玩下的心态 是绝对是一个 body building 也是一个很专业的 运动 来的 要讲究尾 其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他说 如果 取消一个body builder 好像他们这么厉害的身形 其实就好像取消一个 双破手很肥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专业的范畴 可能他很清楚知道 每个肌肉是用什么肌肉去做 或者是怎么可以粗得很fit 这样的程度 同时也知道 他付出了很多汗水时间深血 不是他们一星期打一次篮球的 这种态度 同时也有人指出 其实 这个 健美运动员的标准 其实有说是 练到肉眼都看到 每一块肌肉的纹目 才是一个 好的健美运动员的一个情况 我自己觉得 是 我自己就不是一个 特别懂得去欣赏 很大肌肉的 我觉得有肌肉是OK的 但是 如果这个是他自己的专业 或者他自己的兴趣 他很努力坚持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选择 今天这条影片是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也可以按订阅和小铃 就不会错过精彩片段了 记得到我们的Facebook page 追踪我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